創意理財 盡在運通 事先觀化受驗證 歡迎來到這一節財富長城 好快 又過了一個禮拜 那麼在這個禮拜 我們經過了很重要的一次 總統大選 那這個總統大選 就是我們先前提到的 從總統大選完結束 一直到結算 也就是說到這個禮拜的結算為止 這是從11月 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開始 那個時候我們講什麼 中線轉折 當時講中線轉折 時間已到的這一波 從這個地方開始 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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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一路跌下來 那一波的修正 我們剛剛各位講過 長線 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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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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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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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還是一樣 到了1月15號這一天 那我們講說 這下來都已經51天了 眼看著就要大選了 選後轉折向上不變 我最多壓縮也給你壓縮到結算 對不對 那我們複習了一下 這一波從高檔下跌以來 這個預告 到前面兩周老師跟你講的 55天轉折向上 在上個禮拜跟你講的 選後轉折向上不變 壓縮最多到結算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 選後 然後導播我們進度再帶進一點 選後在這一天嘛 18號 18號開低之後 利空出境 有沒有轉折向上 有嘛 對不對 那都已經轉折向上了 1月20號 他怎麼又壓回來呢 你想到 老師跟你講的 最多壓到結算 最多讓你結算再壓一遍 所以到了昨天為止 結算完再加上一個昨天好了啦 剛剛好 到了昨天就是什麼 55天喔 結算後 結算後這一天來了55天了啦 對不對 55天了嘛 那所以55天以後 那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欸 很奇怪喔 啊 那個美股 它就開始上漲 日本股市在本波的修正 那個是最猛烈 今天也大漲了500點 韓國股市也開始上漲 緊接而來 你聽到什麼消息 這個德國啊 歐盟 歐盟 歐洲銀行的這個消息講說 不排除啊 還要再來一次QE喔 還要再來一次QE喔 那所以說 回到從三個禮拜以前 講到現在為止 那三個禮拜的時間都過去了嘛 壓縮 壓縮完了沒有 當然壓縮完了嘛 對不對 養空的氣氛有沒有形成 那肯定有嘛 對不對 肯定有嘛 因為在過去 在整整 過去這兩個禮拜以內 大盤有沒有跌到哪裡去 沒有嘛 是不是 沒有嘛 導致在這個中間 國際股市的動盪也好 大選也好 我們的總統大選也好 搞得每天是心驚膽戰 搞得很多人 本來是堅定要做多的 這一下子搞到怎麼樣 連他自己都變空頭 或者說 這一段時間之內 是給看空的人 欸 有時候一點點小甜頭 對不對 隔天 你沒有補 馬上又再嘎回來 所以說在過去這兩個禮拜以內 老師跟你講的這些東西 這一些東西 這一些東西 你就要特別注意到這件事情 這是在幹什麼 壓縮養空 對不對 壓縮養空嘛 我要怎麼養空 第一 當然要有壞消息嘛 第二 壞消息當中 這個股票的震盪會不會很大 會喔 會震很大 但是震盪最后結果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這個錄影節目 今天第三個禮拜了 震盪最后這個結果是什麼 大盤 今天還在7720點 哪兒都沒去 抱歉 所以棋子放空了你 白花心思 白花心思 是不是啊 再來 個股的部分 我們看到先前 我們追蹤的這些股票 像8437的F大地 對不對 1月8號 1月7號 我們已經切入了 當時跟各位報告128嘛 那昨天到哪裡 164 我問你 你可以放空它嗎 可以空它嗎 不行 好 一檔 對不對 再來看一下 4105的東洋 這個前面有過一波 在第一波的操作是這樣 同樣在1月7號這天我們上次跟各位講 同樣在1月7號這天我們上次跟各位講 好106我們買回了 那今天在哪裡 還是在114、115嘛 這一波的高點還在114、115嘛 那所以你告訴我你要去空什麼 除非你空大力光吧 你可能連空台積電都不會賺錢 是不是 那可是為什麼會想去放空呢 為什麼會想去放空 為什麼會想去放空 他不就用了不斷的利空消息 還有看起來像是非常惡劣的線型 來進行養空嘛 對不對 那這個養空養完了沒有 嘿 我告訴你 這養的信頭正在開始 養的信頭正在開始 養空完了接下來下一步 當然就是什麼 嘎空嘛 對不對 當然就是嘎空嘛 所以你看看從今天已經是1月22號 從選後這一天 開低走高轉折向上 結算前 然後結算這一天啊 再度壓縮一遍 這整個劇本不就是老師跟你講的這個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說好 老師 那今天 你只會看這個短線 我知道了 今天大盤 也是一樣 開高之後之後還 ET下來了 大概甩得再撩起來 這是做什麼 格空的戲碼不會現在拿出來 喔 轉折時間 轉折已經確立 转折时间也早就过去 那现在要干什么 温水煮青蛙 温水煮青蛙懂不懂 那大家都看空了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都看空了 你看空的时候 我就再一步进 再一步加强你的想法 我要做陷阱给你跳 我要进一步去养空 我要做陷阱给你跳 我要让你做什么陷阱给你跳 我就做得好像 表面上好像很弱的样子 这个就我们在上一次用周线跟大家讲的 农历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小区间 因为没有人要买股票 但是还是一个小区间 上去以后又下来 奇怪隔天又有一个高点 又下来 就这样子往复震荡往复震荡的时候 等到农历年后 那你一发现这是轄空陷阱 到时为时已晚 所以这个盘 这个盘啊 我们先讲第一节先讲这个大盘 这个盘从高档开始 一直到第一档结束 第一档转折时间的倒数 那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你看起来还在七七一四 那放空的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你怎么样都空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要觉悟了 已经要觉悟了 不要再置悟了 不要再置悟了 你等到农历年后来不及了 你又来不及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么现在重点是这样子 那么转折已经确立 时间也已经开始 那么可是呢 很麻烦 我们呢 又有一个什么 农历年 对不对 眼看着又快要封关了 对不对 再两个礼拜 再一个多礼拜就要封关了 那封关前 大家的意愿可想而知 一定都是怎么样 啊 显显的啊 就是 行情这么滑到对吧 那路的时候呢 看起来都这么恐怖 虽然说买也没什么路 但是要做到这样 是要做到人真烂 啊 大家就想买不股票 买不好了 买不好了 啊 你卖完了之后很好 农历年之后 你再去追高 你再去追高 所以现阶段 老师的看法有没有变 当然没有变 当然没有变 那现在就是说 在短线上面 从现在开始到农历年封关之前 这个我们上次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 这张还是我们1月8号的周线规划 这张还是我们1月8号的周线规划 那么今天呢 今天是1月22号 1月22号 那上一次我讲了 封关 就是选完到封关 你能走什么 对不对 要走这一段嘛 走这一段嘛 好 起来 去甩骨楼来 对不对 事实上转折发生了没有 当然已经发生了嘛 只是你还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我就提醒你说 在过去两个礼拜 老师跟你讲的 这里有人要他拉高姿态整理 你千万不要去放空 不然你会去中了那个放空陷阱 都已经选举完了 他还在七千七百点 那你就要知道说好 这后面安排的戏码 你要怎么样布局才会获利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布局才会获利嘛 所以还是跟各位讲的一样 这一个 这一次啊 逼之逼迫的压回 那我说不会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我们已经在选前就讲过了 这有人要他拉高姿态整理啦 那你说 哎 压了回来 哎 最后直到来到七千六上去 这个都一样的意思 都一样的意思 所以现阶段呢 很重要一件事情 当然怎么样 到底是要买股票还是卖股票 废话当然还是买股票 当然还是买股票 但是要买什么股票 那大地都已经涨到这样子还能追吗 这是生计股 那到底要怎么样呢 或者是我们应该去转进 是要换股呢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继续来说 好 那么还是一样 拥有了精准的事先规划 你看历经了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老师的规划依然精确 好 那么未来怎么样在第一季获利 你相信你过去啊 今天你在看节目 在看前两个礼拜的重播都一样 相信你自己的亲眼验证 好 把握我们3D波浪的同步行动 那我们下个阶段继续回来 好 财运亨通万事急 来就送贺岁红包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年纪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灭纹十三绝 容器减量 不积水 背浸瓶罐 背轮胎 浴缸水缸 洗衣槽 保猎龙 铁空盒 背马桶 塑浆帆布 水竹箱 安全帽 背摊架 水塔 水盆桶子 容器减量 预防登革热 尋 盗 清 刷要做好 大家都健康 好 那现在这个预估量 现在是礼拜五中午的十二点五十分到现在这一刻 预估量是六百五十八亿 好 那这个已经不用去想了 因为农历年前一定大家都健健 对吧 没想要买 想想要奇怪 老师给你 我们追踪的这个大地呢 也从一百二十八先涨到一百六十四去了 东洋也上来了 那这样子 这些股票还要不要去追 那我来提醒你一下 F大地来到这里 你说他还有没有高点 也许啦 这边昨天一百六十四了嘛 从一百二十八 来到一百六十四 那有没有高点 也许 但是你要提防怎么样 不多了啦 就是那高点不多了 为什么 从D档 如果看周线 你会看到 8437F大地 从周线的D档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D档上来到这里 到了这个礼拜 刚刚好是二十一周 对不对 二十一周 所以 这已经二十一周 那也已经喷都喷出去 量也带到 也到了前高 那你还去追 那不是头壳坏掉吗 所以要不要出 那要出 对不对 好 4105的东洋 生计到底还玩不玩啊 玩 但不是现在 这一段过渡期间呢 东洋也不如死命啊 他也是从106 对不对 从100 106这边 最后涨到什么 到昨天呢 前两天还有117 你能放空他吗 也不行嘛 所以 接下来生计 他就很可能怎么样 走这样一个 哇 来回来回的大震荡 所以这个高档 当然要不要追 我认为也不要追了 对 那老师那这也不要追 那那也不要追 那怎么办 要买什么 那你就特别注意到老师 现在跟你讲 新一波我们要来操作的 这些东洋啊或大地 它就是说 帮助我们在这个震荡期间 它是很稳荡的 它是很稳荡的 在稳荡期间它抗跌了 或甚至于说在选后喷出去了 那这个就不要再去追了 因为它的阶段新建物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第一季里面 在过完年后 在过完年后 我们反而要去着眼的是怎么样 那过完年后 有什么新题材 有什么新题材 那这个新题材呢 将来你一定很难相信 讲起来在真相性 2498的宏达电 哇这宏达电给大家印象太差了 这有什么搞头 请注意 股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要有一个梦 对不对 那你说期待在第一季 第一季会是什么环境 新台币贬值 贬值对谁最有利 对电子出口最有利 那电子里面 iPhone手机都已经炒到不能再炒 手机的功能再怎么变 变来变去 也就是这样 也就极限了嘛 连iWatch 你现在都看到没有几个人在带了嘛 那所以你还有什么新东西 可以吸引市场的焦点 就是我们跟各位提到的VR 红达电呢做了这个 我们说这个 立体 立体模拟的这个游戏设备 它不一定拿来做游戏 其他大家可以做别的用途 那红达电在3月2号要发表这款VR 发表这款VR 那就我们实际去了解 红达电做出来的这个VR 真的比三星或其他的厂牌 真的好太多 把VR挂起来 挂起来看 挂到刚才开始讲得好玩 但是映会晕你知道吗 它会晕你就玩不久 但是红达电的VR很好玩 它真正去做到了VR的什么 互动 所以你带着它玩游戏的时候 哇好刺激喔 可是玩久了你会不会晕 不会晕 这很多商品你自己去玩一玩 你自己去体验看看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VR 这一块的概念 这个在红达电在第一季里面 这个还是可以特别留意 那当然也包括了出到像什么 出货给VR的做IC的这档股票 这个将来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布局的标的了 你再来像VR里面像智威 它也可以扯到一点边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 这个也是有相关 那你当然今天智威还在低档 还在那边260 21天的时候曾经涨到292嘛 对不对 后来今天又下来嘛 他就在这个地步里面 震来震去震来震去哪天他就上去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今天呢做多还做不做多 当然做多都已经转折到了 为什么不做多呢 但是个股的部分 个股的部分 你要注意到说 那么旋骨上面 生计要暂时休息一下 这个浩鼎要进入解盲期 倒是第一季里面 VR的这一些概念股 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布局的 那么农历年前 当然剩下也没有几天的时间 我希望您在这一次的 亲眼验证的 这一次的事先精准规划之后 赶紧把握 这个农历年前啊 把握跟我们3D波浪的同步行动 把握这个布局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增着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货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雇 02-2781-0909 02-2781-0909 每天都日下雨林 真的好希望有一台 可以遮风避雨的车哦 龙兴专业银行贷款顾问 02-6637-1353 龙兴 有些人在你看 书 2-4 4 6 7